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决囚犯杀人太多 以至于胃水被染成红色 第三步交代民心所向 说商鞅在总理任上坐了十年 秦国人已经恨透了他 就在这个时候赵良来见商鞅了 在这件事上资质通鉴交代的比较简略 有些内容和事迹不太一样 以上内容里边最值得我们留心的一处不同就是 到底哪些人在恨商鞅 资质通鉴的原文是 人多怨之 用了一个人字来做贩之 让读者感觉秦国人都恨商鞅 而史记的版本是 宗室贵妻多冤枉者 也就是说恨商鞅的人 集中在秦国的宗室贵族当中 这个小小的文字差异 在政治意义上有着天壤之别 在司马光的时代 谈论商鞅就等于谈论王安石 如果把秦国人对商鞅变法的态度 按照史记那么讲 那就等于站到了王安石的阵营里 和变法的反对派 包括司马光自己公然宣扎了 所以商鞅在秦国必须招致举国的愤恨 变成国民公敌才行 非如此则不算政治正确 而且在司马光的心里 应该对商鞅在当时成为国民公敌的事情 怀着真诚信念的 而商鞅本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还沉浸在自己为秦国做出的伟大贡献里 误以为自己深得秦国人民的爱戴 所以当赵良求见的时候 商鞅很期待听到他的赞美 于是这样问赵良说 您看啊 我治理秦国比当年的五股大夫如何 五股大夫的本名叫百里希 大约生活在商鞅时代的三百年前 百里希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家世 在国际社会上到处求职 但一直没遇到像样的君主 岁月不饶人 一把年纪的百里希终于熬不住了 果断的降低了求职期望 在小小的于国谋了一份差事 结果没等多久 晋献功大搞扩张 向于国借道吞并了国国 班师的时候啊顺手又消灭了于国 这就是成语假徒伐国的出处 另一个更加常用的成语 纯王齿寒也是从这段历史来的 于国王国 百里希做了俘虏 正好晋献功要把女儿呢 嫁给秦穆功 秦国和晋国 递接自灭意义上的秦晋之好 于是百里希当了陪嫁的奴隶 百里希中途逃亡 逃到冤地被楚国人抓到了 冤这个地方 你也许还有印象 前面讲过了 吴起刚到楚国的时候 第一个职位就是冤首 管辖的正是百里希逃亡 被捕的这个冤地 在今天属于河南省南阳市 当地人呢 抓到百里希之后 很可能还把他当奴隶来用 给他安排了一个放牛的柴市 百里希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人生看来呢 就要以暗淡收场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国际社会混迹多年 虽然一事无成也没给自己 赠来什么高官厚禄 但竟然赠来了不错的名声 秦穆公听说过他的名声 又听说过他在冤地被楚国人抓了 就很想用重金输他出来 但转年一想 如果拿重金去输一名逃亡的奴隶 反而会让楚国人生意 那好吧 就以奴隶的常规价格 拿五张黑色的公羊皮去输他好了 顺利说回百里希之后 秦穆公和他长谈了三天 然后唯以要职 称他为巫蛊大夫 前面讲过 任何一种语言 词汇特别能够反映出 语言使用者的文明特征 古汉语里和牛相关的字特别多 多到了严重超乎现代人想象的地步 同样和羊有关的字也特别多 每一个品种滑色的羊呢 都有特定的名称 黑色公羊被称为古 百里希是秦穆公 拿五张黑色公羊的皮换来的 所以被称为五股大夫 正是在百里希的辅佐之下 秦国走向了富强之路 秦穆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秦孝公在刚刚继位的时候 政治理想和政治口号 就是恢复秦穆公时代的霸业 结果在商鞅的辅佐之下 超额完成了目标 如果说秦孝公可以无愧于秦穆公的话 那么商鞅按说也应该无愧于百里希 商鞅想从赵梁那里得到的答案 应该是这样的恭维 你太了不起了 比当年的百里希更优秀 但赵梁并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先借来一顶大帽子 给自己申请一道护身符 这顶大帽子 原话是一句漂亮的歌言 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世之恶恶 在史记版本里 还有上半句 连在一起就是一组很漂亮的排比句 千羊之皮不如一壶之夜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 意思是说 就算凑出千张羊皮 也不如一只狐狸腋下那一点点皮毛之钱 一群人的唯唯诺诺 不如一个正直之士 直言不讳的批评来得更有价值 这话并不全是赵梁的原创 早在三家分尽之前 赵俭子手下 有一名很能直言尽见的家臣 名叫周舍 周舍死后 每到开会的时候 赵俭子呢 总是不太高兴 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什么 赵俭子说 你们啊 没有错 只是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千羊之皮 不如一壶之夜 我每次和你们一起开会 只听到你们唯唯诺诺 随声复合 再也听不到周舍的批评意见 所以我不太高兴 赵梁扳出这顶帽子 等于给上扬两个选项 你是想听恭维话呢 还是想听真话呢 赵梁自己当然想说真话 所以又不离句 如果啊 你想听真话 那好吧 我可以给您讲一整天 但是您呢 得保证不杀我才行 这话 如果对别人说 可能只是一句客套话 但你也应该记得 商鞅曾经用雷霆手段 禁止秦国人议论心法 不但不准批评 连表扬都不行 大概变法这么多年 局面呢 不同了 所以商鞅很痛快的 答应了赵梁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 赵梁的这番话 也很能体现当时 上流社会的谈话礼仪 平辈之间 要想做出批评教育的话 先要问一问对方啊 想不想听 好为人事的姿态 是很失礼的 赵梁开始教育商鞅了 商鞅自以为能够媲美白里希 而赵梁的结论是 你不配 在赵梁看来 白里希虽然是秦国 仅仅用了五张羊皮换来的人 但当他坐上高位 执掌大权的时候 秦国人没有谁敢说一句不满的话 白里希当政的六七年间 向东讨伐了郑国 接连三次帮晋国拥立国君 又一度帮助楚国免于祸患 白里希虽然贵为秦国总理 但在内呢 也不会坐着乘车 天气再热 也不在车厢上张起顶棚 他在秦国出行的时候 既没有随行的车辆 也不安排警卫员贴身保驾 当他离开人世 全国部分男女都为他流下泪水 小孩子不再唱起歌谣 就连聪明的人 都不再唱劳动耗子了 这里呢 有两处细节 需要解释一下 一是原文里的 冲者不像处 这里的像 说的是 人在做体力劳动的时候 唱的耗子 为的是找准节奏 便于协作 还能减轻一下工作压力 儒家里有所谓 林友丧 冲不像 说呢 是邻居有人啊 办丧事的时候 有必要照顾人家的情绪 干活的时候 别唱劳动耗子了 从礼仪上说 这是义务 但在赵良的话里 干活的人 因为悲痛的缘故 自然就没了唱 劳动耗子的心情 第二处细节是 原文里的 劳不作成 当时乘车 人呢 是站在车厢里的 只有地位尊贵的老年人 乘坐一种专门的车子 叫做安车 可以坐在车厢里面 当然 当时的坐 是贵坐 不像今天 这样坐在椅子上 那么问题来了 百里希 言语立己 艰苦朴素 当然值得赞美 但他的政绩 听上去 并不出彩 讨伐郑国那一次 结局是 无功而返 赔本转腰 而帮靖国 拥立国君也好 帮楚国 免于后患也好 仅做 助人为乐的事情 秦国 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呢 那向上央 到处攻城掠地 欺负人 做尽了损人立己 损外国 立秦国的事 这两位总理 到底 谁才真正对秦国有贡献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